這幾個參數也是差不多的意義 我剛講的第一個就是YM YM你把它直接打勾之後 就剩1為什麼 因為 不管年 不管年喔 兩個後面的月相差幾個月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15的話 會怎麼樣呢 會變兩個月 為什麼因為已經滿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7的話會怎麼樣 他會算下一個年度的 8月到下個年度的7月15 11個月 沒錯吧 OK 所以應該理解意思吧 如果後面比較大 就後面剪前面 後面比較小 那就算下個年度的7月 OK好下個年度 那這邊也是一樣 YD YD的話是算什麼 算那個 不管年 不管年 對 之後的日 OK那就是 58天 因為把這兩個日期 蓋起來 這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8月15 到 10月12 相差幾天 那一樣的 一樣的方式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 後面比較大 那就是 後面比 剪前面 但是如果你今天 就是像上面 上面的 這個部分 如果是前面 後面比較小的話 我有試過 像會有出一點狀況 就是說這個函數 如果你是7月15 理論上應該是算 應該有11個月 應該大概是 300 300多天 OK 不過你會發現 感覺上 11個月 這樣 看起來 應該也是OK OK 好像算 之前在別的電腦上面算出來的結果有點怪怪的 不過這台電腦算出來 看起來好像也OK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後面的日期比較小 那就是算下個年度的 它會幫你算出 相差 幾天而已 不是幾個月 再來的話 忽略那個 年跟月 那就有個MD 這個MD用的也還蠻 蠻常用到的 OK MD 那也就這兩個日期 相差 幾天 那不管什麼 不管那個月 就是 不管月 那所以呢這個地方如果 後面比較小的話 算下個月的 下個月 如果前面後面比較大的話 比如16的話 相差一天 OK 大概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將來你們在應用 其實就可以套這個部分 來解決很多問題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像這邊的問題 像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用Daddy排行數 一樣自己打上去 對不對 Day Diff 然後 刮鬍 前面的日期 它的生日 豆點 加一個 Today 跟Today 比 你這邊打now也可以啦 不過now當然在這裡 只是說他取你的日期而已 他時間部分就等於是沒有用到 OK 然後比什麼 比Y 比Y之後的話 按打勾 就可以知道他41歲 但是呢 我們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只要41歲就 簡單了 但是他什麼 月 跟 天 那月跟天 基本上前面有講過了 其實已經取得 年了 所以月就可以不用管 不 年的部分可以不用管 所以後面的話 這個 你要怎麼取呢 其實就用了 Y什麼 去到Y對不對 YM就好了 因為呢 我的 Y已經取到了 所以呢 我知道41了嘛 那你不要 不要再算41 你不要再管年了 你只要管月 月的部分 所以可以用什麼 Y M就好了 對不對 那後面這個參數是什麼 因為年也有了 月也有了 又管什麼 管日嘛 對不對 所以前面不是有個參數叫什麼 MD MD就是什麼 不要管年 也不要管月 你就跟我比那個 日的部分 這樣不就公式就出來了 所以DATIVE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第一個N 就是 Y 第二個N 就是 YM 第三個N就是 MD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要 剛剛好 滿足這樣的格式 秀在這裡的話 你要怎麼串 其實這又是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公式的N的部分有了 但是第二個是串接 不過串接也非常簡單 有個小技巧 什麼樣的小技巧 如果說將來 你們的公式是這樣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第一個N已經有 DATIVE已經出現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字串 不包括第一個N 把它複製一下 它是一個字串 就前後加雙以後 對不對 我可以把它Copy一下 不要複製到第一個N 然後呢 再到什麼 再到這個公式地方 把它貼上去 不過貼上去要怎麼貼呢 因為它是一個 函數 要串接字串 的話必須有 AND 然後呢 把它加一個雙以後 對不對 再把剛剛的東西貼上去 再加一個後雙以後 表示什麼呢 前面是一個 函數 N的後面 這個是一個什麼 字串 這樣子它才可以合法嗎 可以串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規則 那我們打勾之後 打勾之後 40歲 N N 對不對 格式已經出來 差在哪裡呢 把N的地方 換成什麼呢 換成一個數字 幾個月 N的地方換成幾天 那要怎麼換 特別注意 有個簡單的規則 就是 它原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有點像蛋糕一樣 一個長條蛋糕 你要把它切開的話 必須怎麼樣呢 必須 注意一下 一個字串 一定有個前雙引號 跟一個後雙引號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N的部分切開來 放個什麼呢 放一個前面這個函數 改成YM 放進來 你必須要怎麼做 這個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很快就可以做得出來 第一個 切開來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 第一個 切開來說 前面有前雙引號 所以你必須要補一個什麼 後雙引號 把這一段當成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然後面有一個後雙引號 所以補一個 千雙引號給他 他這樣子就變成兩個字串 有點像一個蛋糕切開來 這一半跟這一半 分開來 再來中間要放個N 可是N 你如果把這公式放進來的話 一定會有錯 為什麼 因為必須要加什麼 串接符號 對不對 那再來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過來 對不對 再把它改成 YM 不就好了 OK 所以幾個步驟 第一個 做一次也會看喔 第一個 先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把N的地方選起來 就是要去掉的 雙引號 雙引號 前一個雙引號是 前面這個雙引號是 這個雙引號的後面 這個雙引號是這個雙引號的 前面對不對 中間加什麼 ANDAND的兩項 把剛剛的公式這個公式 複製 再加到哪裡呢 ANDAND的中間 貼上 改成什麼呢 YM 打勾一下看看 40歲 9個月出來 有沒有 應該理解我的意思吧 再來的話 因為底下這個公式會非常的長 所以我們記得要先把它展開一下 不然底下 它會換到第二行 好 那我們把它怎麼做呢 一樣把N選取 按兩下 這個 前後雙引號 然後呢 再ANDAND 把公式移到中間貼上 並且怎麼樣 那把後面的這個參數 改成 M D 就完成了 打勾 40歲 9個月 又21天 非常的精確 不幸的話你們也可以算一算你自己 到底你活到今天為止 你活的 幾歲又幾個月又幾天 好 那不過等一下要填滿的時候會出一個狀況 因為什麼 下面這邊還沒合併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把它合併一下 再把這幾個儲存格 合併一下 然後再向下填滿 不然的話你等下合併的話 會有兩個儲存格會失敗 OK 這樣的話就做出來了 OK 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很快的就可以達到 你預期的那個格式出來 這個技巧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多演練幾遍應該就OK了 試試看 把各位 這個 這個 這個完整的格式 把它完成 就是 幾歲 又幾個月 幾歲又N個月又幾天 那以後如果格式上改變也沒關係啦 反正無論如何 你就可以串得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原理原則 如果格式上改變 你的格式上改變 你也會在那裡 你會在那裡 我會在那裡 你會在那裡